回到新闻现场来看看暑假的时候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呢 高雄市政府现在呢搜罗了35条旅游路线 请了现今当红的行脚节目主持人 由他们呢带着观众一起吃喝玩乐 新生代的主持人露露 以桥和Hero来到热情的高雄 因为他们有新任务 这回都成了高雄行脚节目的主持人 三个人对高雄的阳光和热情印象深刻 录制完节目立刻接受考验 到底对高雄美食特色有多了解 这一集是我出的 我一定知道 老板酱 老板酱在哪里 哪里 钢山 答对 答对 钢山 Hero没漏气 透过测试 三个主持人也成了高雄旅游新节目的代言人 这回高雄市政府找来知名行脚主持人 还包括了美食专家詹姆士 吴凤等等 轮番在高雄38个行政区吃喝玩乐 带观众重新认识高雄的美景和美食 会在全台湾以及亚洲地区来做播出 那把高雄35条好吃好玩的路线 来介绍给全台湾的朋友们 那我想这是一次全新的一个尝试 高雄市首开先例 经过一年多筹划 推出在地的旅游节目 在暑假时播出 带大家一起深入体验高雄的吃喝玩乐 三天新闻连贯至高雄报道 好来看到是我们独家